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一部分复习 因为今天的课后半段的内容比较复杂一点 如果同学们说我没听懂 我没听明白 没关系 你随时可以举手来问 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句子的结构 如果有英文基础的话 应该很容易能够理解 如果差一点的话 那需要有一点自己的一个理解的过程 好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课 好了 好 那么我们上一次呢 讲了几个语法现象 主要是讲了贯词 法语的几个贯词 定贯词和不定贯词 这两种词呢 在英语当中呢 很简单 一个呃 一个安 一个的 呃 呃和安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在原音前面出现了安 那么定贯词呢 就是的 不定贯词 定贯词各一个 简单明了 你都不用想 在什么单词前面用什么不用想 你只要考虑到使用的场景就可以了 但是呢 在法语呢 法语呢 法语呢 法语我们叫上海人常讲 叫搞事情 是吧 没事搞搞事情 阴阳性 阴性 阳性 单数 负数 这种情况下呢 他的定贯词 不定贯词都不一样 况且呢 还有一个规定 在原音开始的单词前 那么他的定贯词也有不同的写法 我们叫缩和 这种情况在英语当中大家没遇到过 所以很多朋友一学法语 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 哇 怎么这么复杂呀 怎么这么复杂呀 嗯 所以我们说 可能啊 这个形式比喻 这个 这个比喻合适不合适 我不敢说啊 就是可能是 英语呢 更像一个二维的平面 而法语呢 更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东西 他是点线面都要有的 嗯 不止一个地方能够简单的 这一点呢 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啊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呼吸一下 首先说不定贯词 不定贯词呢 三个 单数呢 有两个 负数呢 一样 就一个 不分阴阳性 哎 这个大家顾着太好了 这个终于不分了 好 但是呢 我这里面强调一下啊 如果说 呃 单数的阳性 啊 念 嗯 嗯 嗯 这个音我们还没有学 这个 嗯 怎么发音呢 就是把这个 大家发那个 哎 哎 再大一点 然后走一个鼻腔的共鸣 就是安 暗 暗 阴性的呢 叫欲呢 欲呢 这两个词也是数字一 也是这个 数字一也是这么写 所以 大家说 会问我 李老师 那法语的数字一是不是也是有两个呀 对了 有两个 也有两个啊 这个这个 阴性的名词前 一个 一个东西 比如说 呃 我这卡着 阳性的吧 一辆汽车 啊 一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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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就是阴性的 阳性的 呃 比如说 安 阿密 一个男朋友 一个朋友 男性的朋友 啊 如果是女朋友呢 有一个女性的朋友呢 一辆 阿密 哎 阿密 这两个都念 阿密 但是呢 一个后面有 呃 一个后面没有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啊 但是很多情况下是 在单词后面加个呃 我这个标不出来 一般的 或者很多情况下 它就是阴性的 尤其在职业 一些职业 或者一些社会上 人的身份 这个方面 加上个呃 就变成阴性了 啊 那么 数字一 它是有阴阳性的 那同学问我呢 那那个一有负数吗 绕死胡同里 一怎么会有负数呢 那负数不就是二了吗 对吗 你别笑 有同学肯定在家里电脑上面笑呢 还真有同学这么问他 啊 教了这么多年书 有同学真是顺着思路讲下去 就就就杀不住了 我们叫做思想打滑 啊 一个李也写没站住 李老师 一有阴阳性 一有负数吗 一有负数那是二 啊 就这么简单 好了 定观词 定观词呢 两个啊 勒 拉 是单数的 还有一个负数的勒 那么 如果遇到原因或者哑音二十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啊 举了个例子 拉密 他也念拉密 但是写法就不一样了 他要把前面这个 不写和后面连起来写 上面加上一个单一的号 这就是拉密 那么很多朋友说了 嗯 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贯词里面 有 在哪里呢 大家注意这个负数 负数后面是S结尾 大家看到了吧 两个都是S结尾 那么如果说这个负数 得和勒 他后面遇到了一个原因开始的单词 注意要联诵 得注意 这个S 这个S 他在两个原因之间 他发的是 Z的音 明白了吗 所以他念呢 念 DESA 密 啊 定观词呢 LESA 密 男的朋友 女的朋友 对不起 从听 从听上是听不出来的 啊 我又把这个定观词 不定观词又 讲了一遍 然后呢 他们的用法 这个用法呢 上次我们也讲过了 这个在学习英语的时候 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啊 首先呢 我们讲前面啊 用定观词的几种方法啊 不定观词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啊 定定观词 前面说过的事情 我后面再说啊 也就是说 看你这篇文章 或者听你讲话的人 已经心知肚明 你所说的这个东西 是前面哪一个了 这个时候用定观词 我也举了一个例子 il y a beaucoup de fleurs dans le jardin les fleurs sont très belles 这个 fleurs 是什么 fleurs 就是在那个花园 比如说爱德河公园啊 多伦多植物园啊 或者是我们家花园啊 后面那些花 非常的漂亮 前面一句话已经说了 已经限定了这个 fleurs的位置 下面是个英文 大家应该能够看明白 再有一个法语里面 它有被别的成分修饰限定了 只要一修饰 基本上它这个所涉及的 这个语言的范围就会缩小 我们理解为它就被限制住了 我们就很容易能够分别出来 好 再有一个呢 第三个我们就是讲 世界上独一弯的东西 我们就用定贯词 定贯词呢 我上次说了 再有一个呢 表示这个事物整体 在自然界中 在这个世界当中 它的种类的时候 表示这个不是种类 就是它的整体 这些事物的时候 我们用定贯词来表示 好 不定贯词 上次也提到 我说的比较快 因为上次已经讲过一遍了 我就再把它再捋一遍 给大家 唤醒大家记忆深处中的尘埃 让你们再想起来 不定贯词 欲 安和欲呢 这三个词 第一次提到 我从来没说过 第一次就知道 那有一本书 那边有一本书 这本书从来没说过 我们第一次看见 那有一本书 或者说那有一些书 也可以 就像这我例句给大家讲的 这是第一种用法 最常用的 反而 反而大家注意 你学到最后 我们练习了很多东西 练习了很多东西 主要是练这个定贯词的使用方法 但是呢 逐渐逐渐 突然考你一个不定贯词 很多人就犹豫了 不敢写了 根据语境来说 就是不定贯词 后面我们再讲 一般来说 法语的修饰部分的形容词 是在名词的后面 修饰部分在后面 这是拉丁语 语系的一个特点 中文我们知道在前面 英文大部分 我不说全部 也在前面 而且主要的句子 修饰成分 都是跟中文一样的一个语序 偶尔会有一些 比如说 off引导的 比如说 this father of Matthew 这个有一种情况 但是 不多 或者说 相对于 正序的陈述来说 它是比较少见的 但在法语当中 恰恰相反 后制的修饰成分 占大多数 也就是这像英语当中的off 什么什么 占大多数 形容词放前面的情况下 少 而且有的时候 它的意思呢 就不是这个词的本意了 是一些隐身意 明白吗 好 那么 这种情况就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做法语的同声传译 非常的累 非常的累 掉头 掉的又快又多 所以做过 做过一年吧 实在是顶不住了 那种 那种整个做 15分钟 那是还年轻 半个小时吧 最正常应该是时间 是半个小时 就基本下来了 换人了 那下来之后 整个就是大脑 就是空白的 半天都 都不能从这个场景当中回来 那是在极短的时间内 非常 深刻的一种 一种紧张的一种 记忆的压榨 我感觉啊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不行 受不了 我们师兄做这个 30岁就突颖了 就成部长了 好 说这个 好 这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贯词 大家注意贯词啊 有几个 好 不说了 那么 这个我要讲一下 法语的数字 数字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没有办法 你在这个 怎么说呢 你 怎么说 你 你学任何一个语言 你说我不学 它的数字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数字呢 又让人很崩溃 法语的数字 到后期大家知道了啊 别着急 大家看看小红书啊 或者说 TikTok上面有人讲法语的数字 那也是一种娱乐 好 我们先看看 仍然是一不说了 暗语的 这是两个啊 一有两个 从从这点小事你就知道 法语不一般 好 二 D 我就不念中文了 后面啊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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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 D N 那是谁啊 不要说了啊 你把女子几千静音 因为别的同学听不到了啊 我会给大家时间来说啊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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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ase set set 那个杯不发音 不发音不发音 set weet nerve nerve 有的同学问我 f发音吗 发音肯定发音 dis dis 11 ons 这个on 大家注意也是个源口的 o 然后走鼻腔共鸣 on 当然不用这么长 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出来 这个音的共鸣的这种感觉 所以长 你不能说ons 没有 好 你打一个电话 说完电话号码 这口气上不来了 那受了 ons ons do s 12 13 13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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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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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6 16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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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这里面 10是念dis 但是在这里面那个s我们就不发音了 17 17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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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19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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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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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0 21 20 21 20 年 你学了数字还怕说年吗 年 你要完全说好了年 你要学到一千的时候 学到千的时候 才能够把年说出来 因为年是四维的 对吗 那我们都是公元尽致嘛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要学到千 才能说年 好 我把月份读一下 月份这个词 月这个词 最上面一个 叫 io Oh i mean I oh yes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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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janvier jan jan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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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évrier février mars mars av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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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 mai 六月不好念 jan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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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起来 janvier 这要有一个 滑动的感觉 在滑动的过程当中 把两个音融合在一起 这要有一点技巧 说实话 嘴皮子得利索 吃不得不吐皮儿 不吐不吐皮儿 有这么个例子 你说我我我我我 那那那不行 你练练舌头去 是一句玩笑话 说练舌头 我跟大家说 真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练舌头 我们就那么 俄语的比我们还厉害 我们宿舍对面就是俄语系的 俄语班的他们的 我们同学 那就看着早晨晚上就他们就听队卧房间里边 亲亲练那个 他因为是大舌音 他的大舌颤音 不像我们小舌颤音 当然我们也得练的 好 这个呢 是我们上次学的这个几个语法现象 我现在呢 给大家一点时间 把这个数字移到二十 六月 大家复习一下 三分钟 然后我找同学来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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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找同学来念念 谁想念他就把麦克风打开 谁的呀 你来吧 好的 老师 你好 你就把数字念一下 好的 一到十 好的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九 十 OK 好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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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念一下 好 来吧 来吧 我念好 Ongs Dos Tes Catoes Gains Sens Di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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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d 十六 十六怎么念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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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敏念一下这个月份吧 好 Gain Ve Feverie Marx Marx Arvill Arvill Mé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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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uff 好 大家敬音吧 敬点音 另外说一下这个数字这个词 数字 就是我鼠标看到了 鼠标动这个 C R E F F 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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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数字 但是有同学问我 比如英文当中的number 那法语当中对应的是 Shi F 不完全是 它对应的还有一个就是 Numero 也是N打头的 N打头的 号码的意思 当时他用这个 好 这是动词变位 动词变位我想大家都已经 应该都会了吧 对吧 对吧 我现在随便叫人了 高 牙 你好老师 你好来 订订 Jun 汇 Yi Yi Wa Yi Laa 伊 E Laa E 哎呀太好 就是碰上好学生啊 读着都挺好的 没什么错 我做着很忌妒 这终于逮着一个 挺好的 你把这个NU再念去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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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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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好 出现问题 老师特别喜欢 因为我有 有的可说呀 有的可讲啊 而且呢 别的同学也 不一定就跟 其他同学一样 做的那么好 我估计 一片都得有错误 我们提前暴露出来 挺好的 这个 我就像我刚才讲 那个 定罐词 不定罐词 的复数 后面跟原因字母 开始的单词一样 这个S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他后面 阿龙和阿类都是原音字母开始的 原音字母还记得吧 那这种情况下我要连读 Nu za龙 Vu za类 全是这样 全是这样 好再找一位同学读读阿吴阿 阿类的意思是去是走啊 然后逃 看去 把麦克风打开了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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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师 阿吴阿 J Tua Ila Ila Nu za Vu za V Ili zong Ili zong Vu za 什么 Vu za V OK 因为这个 Online的课程吧 Online的课程吧 我就听不大清楚 OK 非常好 大家注意一下 Nu Ila 这个是Ila zong 这个念法念Zong 那么还有一个有同学念成了Ila zong Ila zong 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是是这个 变位 这个要注意 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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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一下音 好 那么我们也算复习到一定程度了 我们再讲新的 我们因为咱们同学 我估计年纪都不小了 我应该是最年 也不是最年轻吧 基本年轻那一波里头的 估计都在我上面的 50多岁40多岁 咱们慢慢的来 进度呢不想太快 有人说李老婆可磨叽呢 就在一个地方转圈的讲 转圈的讲 我把你低了出来 你也未必能说明 就像刚才的动词变位 动词变位大伙做的非常的稳 稳稳当当的 慢慢悠悠的 你就不能快点吗 那动词变位 就不能说得快点吗 一口气下来 对吧 首先表扬同学 你说对了 但有一个批评 你速度太慢了 你说话的时候 你跟老外说话 你说我要一个 苹果 S 格 日 彭 云 柏 柏 哎呦 我的天 这苹果烂了 你未必拿到 没有见过这么说话的 对吧 哪个人这么说话 那个电视里的慢动作行吗 当时我们老是说 我们的就是这 你说快点 正常语速 正常语速的前提 就是你在练习的时候 要反复的说 反复的说 大家注意这个跑步吗 我们开始的时候是 盘山学步 对吧 在地上爬 然后呢 颤颤巍巍的站起来 盘山的走 走的很慢 然后你走的速度会逐渐的加快 就到了静走的那个频率 但是注意静走啊 还不是跑 然后啊 速度再快再快就小跑了 小跑起来之后 你速度再快 那就是跑起来了 对吧 好 那么学语言 做动词变味 也是这个道理 你先把它读的很慢 然后反复的读 反复的读 反复的读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当然了 中间会有一个错误 正常的 没事 纠正过来 一定要一遍一遍 一遍一遍一遍的 速度越来快 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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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能说清楚 这个时候 你说话才是正常的语速 在我们学习期间 我们学这个语言的时候 我们在课堂上练习的语速 你真正到了生活当中 你如果用这个语言的话 那你说的话 也就是说 你课堂上语速的65%到70% 你能够说成这种速度就已经不错了 那你还慢呢 你在课上还慢呢 那你 那你到到了现实生活当中 好 你跟公交说 司机说你等等我 这话你说完了 估计人都到下一站了 开个玩笑 好了 那么呢 今天我们说说这个问题 就是疑问句 好 那么 我们看看疑问句 法语和英语一样 都句子的句式 句式 它是分为 陈述句 陈述句 疑问句 等等等等 包括其他的 歧视句啊 等等的 那么先说一个最简单的 陈述句 就是 我上面写的这个小例子 大家看 他是个老师 他是个教授 陈述句 法语和英语和中文 都是一样的 主语在句子的第一个位置 书写也是从左至右书写 中国古代是从左到左对吧 现在跟全世界都是从五四运动之后 基本都是一样了 竖体的也很少见了 都是从左到右 从左到右 主语在第一位 第二个的是动词 第三个是动词的对象 或者是表述的内容 三大块 在三大块的主干的基础上 就是我们中文说的主 为 兵 主语 为语 兵语 就是主语 动词和兵语 在这个基础上 给每一个部分加上修饰成分 就会让句子变得 无比的复杂 继而形成了文章 继而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各种文明 这是文 所以说文字是文明的萌芽的基础 就是这么来的 大家学语言特别有这种感触 你学的最开始这个句子就是三个成分 Ele professeur 那么你在主语上面 加的一堆修饰成分 加到最多的时候 你可以加上一个并列句 你可以加上一个从句 动词呢 你可以给动词加上副词 加上修饰成分 后面的兵语 那你可以限定的更多 修饰的更多 甚至用一大段文字来修饰都可以 我们上学的时候 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 学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 当时编的那个大学法语那四本书 到了大三的时候 因为那四本书每一本都这么厚 但是但是一一个一年级就学两本啊 但是到了大三的时候 一年才学他的一半那么厚的一本书 上海上海上海一文是哪出的 我忘了 其中有些课的有些文章是非常的长的 我们我们曾经遇到过整整这一页 一页啊 课本的一页是上本那一句话当中 一个词的修饰 一个文学作品当中 所以说法语的句式 当然英语也不简单啊 但我觉得更复杂 大语的好 那么话说回来 这是陈述句 那么一问句的句式是什么呢 这个上次我们都说过一遍啊 陈述句的句式第一种直接问号 后边语速升上去 完事了 第二种把主语和动词颠倒的位置 OK中间加上一个连字符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我说了最简单了 上次讲到这对吧 在陈述句前面 就在陈述句前面 加上一个s根 然后最后句子语调升上去 就完事了 这就是一问句 这个一问句叫什么一问句呢 上次刚才没说 一般一问句 我们中文给它定义成一个一般一问句 但是不证明 你就别的语言当中 可能叫什么简单一问句啊 等等等等的没关系 你就记住 我们区分后面的特殊一问句 这个就是一般一问句 我们就是大陆啊 有台湾朋友香港的朋友 大陆我们从小时候上英文的时候 我们对英文语法现象的中文定义 就是定义为一般一问句和特殊一问句 我也就这么顺下来啊 但这个不重要 大家说我就不记它 也行 也没问题 不影响我说话 好 下面就讲一个 今天的比较特殊的一个东西 叫特殊一问句 特殊一问句呢 首先最关键的一个大家都知道 它要有特殊一问词 一般一问句 实际上呢 是对陈述的事情 有个疑问 比如说 一类professor 那么我的疑问就叫 estileprofessor 或者一类professor 我整个句子的内容不缺诗 首先啊 在一般一问句当中 句子的成分不缺少 我只是对这个事情产生疑问 说白了 我是附属他这件事情 表示一个疑问 明白我这句话意思了 对吧 也就是说句子成分 我都知道 讲的是这个男的 他可能是个老师 也可能不是 我的问题就是 他是还是不是 好了 但是到了特殊一问句的时候 不一样 整个句子当中的某一个成分 没有了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这个成分的存在 或者对这个程度的存在 等等等等 进行一个提问 这种我们叫特殊一问句 特殊一问句呢 几种变法 它都是在一般一问句的基础上 变来的 大家注意啊 一般一问句应该会 一种就是as good 另外一种就是主位颠导 但是它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什么 我给大家写上了 两个 第一个 首先特殊一问词放在前面 跟英语一样 what who when how 英法语也一样 特殊一问词放在前面 后面 加上一般一问句的两种构成形式 最后加个问号 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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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说复杂吗 复杂能讲很多 但是简单的话就一句话 特殊一问词 加上一般一问句的那两种形式 再加上问号 万说 那有同学问我了 我能加上一般一问句 那个是简单的形式吗 就是句子前后生意都不变 最后加一个 不行 那不行 那也太特殊一句巧了 而且不可以 就这种情况 好 那么有一点注意的 我们看下面一个 最下面 就是特殊一问词有哪些 看到了吧 这是特殊一问词 这个特殊一问词呢 我是跟英语对照出来的 这样的话呢 便于咱们同学第一节 不全啊 不全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而且呢 比如说那个what 还不只是歌 可能是 gas gas歌等等的 其他的一些组成的 我们遇到再说 但是呢 基本上能给大家一个 what 清楚的分类 比如说how 法语就是用 gum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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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much 我们叫公辨 公辨 who就是ge what就是ge 或者ge 了 我们当时要说 which是ge where where 是w w 问 是 杠 问是杠 你说还有别的吗 有问也可以用ge le 我就是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后面我会遇到一系列的特殊一文词 好 那个时候 咱们再说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继续一下 这是特殊疑问句 那么呢 大家注意啊 下面做一个小练习 给大家几分钟时间 我们把它变成 首先啊 把它变成一般一问句 把它变成一般一问句 你怎么变都行 好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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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游泳池吗 你不能说我去游泳池吗 改成对 对 你不管用什么 你把对改成对 然后你再来一遍 我听听 他前面 你再来我再听听 这是一套的东西 你动词不变味了吗 对 好再来一遍 对很好啊 非常不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同学们 那很多同学就是说 我们今天啊 今天你李冰啊 你做这个练习 真正你在法语上算是你自己松开栏杆 你自己在走了 在独立的直立行走了 因为你自己说出了一个话 这个里面你要自己没有任何人协助情况下 要把热变成丢 然后要根据丢把动词变味变了 这是真正一套的东西 OK 以前呢可能英武学者跟着老师练呗 好了 今天你要自己自己走了 就想离开用圈 你自己在实力要扑通两下了 呛了两口没关系 OK 对这个实际上我跟你说 你前面加S歌非常简单 你如果你说 我也不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你挺偷鸡去小的 你什么也没变 你这个语调升上去了 加个问号也对 但是咱尽量别玩赖啊 别玩赖 别不玩那个东西 那东西没意义 你就用那个S歌或者主位颠倒一下 或者叫Vadjualabicine也行 好了 第二个 第二个谁呀 曼莉莉在吗 没有就百合 OK 我 我是想把安妮的名字改成L 不用不用不用 安妮就安妮吧 就安妮啊 你再把三座了不就有安妮了吗 OK S歌 我是我刚才是这样写的 然后如果说你说用名字的时候 就是 这样 你为什么不让变呢 我们要明白一点 热做主语的时候 我要问对方 问都是问对方 对吗 你很少有自己问自己的 那什么电视场景 什么情节才有那个 苍天的大地呀 我是怎么了 哪有 太少了 对吧 你基本都是问对方 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能力 就是见到 要能把它变成丢 还能配合着丢 把东西变位做了 但是其他的 其他的 基本上主语不会变化 尤其是带人名的时候 那更简单了 你就把人 我问的是安妮 安妮 那么你问的就得是安妮 你问问别人 OK 好 那你在第三句 你改一下我听听 S-K-L -V-A-L-A-L-B-I-L-D-E-K OK A-S-K-L 不是D-L A-S-K-L A-S-K-L 就是我没读好 A-S-K-L A-S-K-L V-A-L-B-I-C-L 或者说你把主语和动词 颠倒一下 那多简单 对对 更简单 那怎么样呢 更简单 V-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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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is 那是我们下个练习 特殊语文句的时候 咱们一步一步来 您做的对特殊语文句 他去哪啊 那个时候我就要把这个练习 我要变两个了 他说的刚才是谁啊 我看看 谁在说话 Leo Leo你看啊 你刚才问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呢我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我用什么词来替代呢 用那个乌 那么我下一个练习的做法 就是我把这个画掉 你来就他提问吧 不知道 那就用乌 如果我对他进行提问呢 特殊语文句 P 对 谁去图书馆了 阿拉比比利戴克 OK 谢谢 不客气 这个啊 我要多说一句了 刚才给大家讲的呢 都是那个 怎么变疑问句 那么 一般英文句的回答 怎么回答呢 就是在这里面 要说下来了 好 比如说 是 那就是 we we 后面你把一般英文句 陈述一遍 就行了 这句话的问句 肯定是这个样子 我给大家写出来 OK 它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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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 shemise S S G C C 我这个 我这个键盘找不到 shemise 这是我的称衣吗 哥们们 这是我的称衣 we 这是我的称衣 啊不是这个你呢 打上来 Isk C 我看看 对这是我的称衣 OK Isk C Dash 对啊 应该是 所以 是 要变 但是 主有形容词的时候 我的什么东西 要变成你的称衣 这是你的称衣吗 是的 这是我的称衣 这话就通顺了 对吧 这话就通顺了 好 因为回答的时候 或者有个问题 就是否定是 我们还没有学 如果是正式的啊 否定是 能 撕 等会儿啊 我这个是 撕尼巴 撕尼巴 撕尼 撕尼 还有 否定是 是这么一个词 就是 呢 和巴 就像 螃蟹的两个钳子一样 把动词 夹住 一边 一个 这个时候 就完成了 否定式 啊 这是今天 要讲的 还是 没讲完 没事 下节课 我们再说 这次讲到质 加个颜色 老子 我讲到质了 下节课 我们把它 继续讲完 而且呢 老师 这一题 可以解释 可以讲 我 我不 只是把那个句子 可以啊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我们做练习的 现在不太简单了吗 显不出你的本身来吗 所以我就说尽量别用 要显你的本身 你用后面 另外两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 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谢谢 我们下课了